LINE AT 教學 新手上路篇 第二課 LINE AT 專屬 ID 申請教學 在您申請 LINE AT 帳號時,您可以自訂帳號的對外顯示名稱 而帳號建立完成後,系統也將隨機指定一組英文和數字混合的 ID 作為此 LINE AT 帳號的預設 ID 這組隨機的 ID 不容易被顧客記得,也不容易被搜尋到 但是別擔心您可以申請專屬 ID 為自己的 LINE AT 帳號取一個獨一無二的名字 使用專屬 ID 不但能提高品牌辨識度 還能方便顧客搜尋好友 重要的是能夠為自己的商家取一個專屬的名字 接下來將教您如何申請專屬 ID 如果您是 Android 版的用戶,您可以使用 LINE AT APP 進行申請 打開您的 LINE AT APP 至管理頁面 點選加值服務,選擇專屬 ID 確認購買後,請輸入您想取的 ID 名稱 付款完成後,您就可以在管理頁面中發現到您的專屬 ID 若您是 iPhone、 iPad 以及電腦版的用戶 請使用您的瀏覽器進行申請 請打開您的瀏覽器並輸入 business-store.line.me 進入後,請輸入您LINE 帳號綁定的電子郵件及密碼 進入到 Business Store 後,請選擇想要購買專屬 ID 的 LINE AT 帳號 點選進入後,請選專屬 ID 點選購買並輸入您想取的 ID 名稱 LINE AT 提供兩種付款方式 您可以使用 LINE Pay 支付 也可以直接使用信用卡付款 使用專屬 ID 好處多多 申請方式簡單又快速 想瞭解更多 LINE AT 教學內容或最新消息 可瀏覽官方部落格 at dash blog.line.me slash tw 或是加入 LINE AT 生活圈商家報官方帳號 at tw line at biz